德州参议员温蒂·戴维斯竞选州长 涉嫌捏造绅士 去年夏天 德州参议员温蒂·戴维斯 因主张反对堕胎法规 而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现在他正准备以民主党自由女神失资 竞选德州近25年来第一位民主党的州长 竞选活动中 温蒂·戴维斯主打励志牌 吸引了媒体和群众的目光 还说了他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 他表示他在19岁时 以单亲妈妈的身份住在拖车里 最后靠着努力上了哈佛法学院 但是在本周戴维斯却被爆料说 他的故事省略了一些内容 有说谎的嫌疑 例如在他准备和第二任丈夫离婚时 等到丈夫付清了他哈佛的学代之后 才肯离婚 究竟温蒂·戴维斯还捏造了哪些故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